大家好,爱吃一带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流盛行,韩国顶级偶像和演员们,收入都水涨船高 学多做一节目,也纷纷公开了明星的豪宅 真的是一一间比一间豪华,叫人百看不厌 以下就给大家开箱 做了在各个黄金地段的韩星豪宅 感受一下这些如精品般的平民皇宫 全智贤购买3.1亿的Pan Saucy自助 今年5月,全智贤被报斥资130亿韩元 大约7166万人民币 购入了首尔市最昂贵的住宅之一 位于首尔市江南区某47层的顶楼豪华公寓 据悉,改Pan Saucy面积264平方公尺 已完成了所有权转移登记 而且是用全额现金一次性付清 媒体称该房产是由全智贤与其丈夫崔俊贺共同购买的 全智贤所占比例为十三分之十二 等于是九成的钱都是他出的 不得不说,全智贤真的是韩国女性中的富婆啊 而全智贤的经纪公司也没有否认 仅表示购入房产属于一人的私室 公司并不清楚详细情况 此外,这套Pan Saucy面积有四个卧室和三个浴室 还有一个宽敞的阳台和一个私人电梯 公寓的视野非常好 可以看到汉江和南山塔的美景 另外,全智贤还拥有威首尔的三栋商业大厦 每年收租费用就高达几个亿 八卦媒体指出,这些年全智贤光靠与老公的投资就已经赚得相当多 根本不用在意工作上的报酬有多少 玄宾孙一珍别墅豪宅比酒店还高级 韩宗FreeDoctor曾曝光玄宾和孙一珍一家三口 位于京畿道九里市的126坪顶楼别墅豪宅 内部装潢备赞比酒店还高级 用有豪华衣帽间顶楼花园 连运适度天窗可以上星星 宽敞的客厅还能同时看到鹅措山和汉江的美景 这是玄宾于2021年以全额限近48亿韩元所购买 约2646万人民币 是高级别墅田园住宅 合二为一的城市型田园高级别墅 大厅则是现在很流行的酒店式高级大厅 这对明星夫妇的主卧室采用暖幕色调装饰 营造出舒适的氛围 并配有家庭式投影屏幕 而收起投影幕后就能看到一件开放式的更衣室 四面均由储物柜和内置衣柜组成 与韩剧中的采发衣帽间几乎一模一样 整体气派却带有温馨感 别墅中除了这间主卧是有独立卫浴以外 另有其他三间房间也有卫浴配备 且户外阳台有造型阶梯 练击至顶楼的屋顶花园 整片绿油油的草地赏心悦目 至于厨房则使用一系列来自德国和美国的高级厨具 打造简约且气派的风格 由于旌旗道九里市富人住宅区 即位于首尔圈 开车到江南只要30分钟 又能感受到清静自然的田园生活 再加上离学校很近 孩子的教育设施也十分完善 因此有许多韩国明星 GYP朴振英演员吴廉旭也居住在其中 宋仲基夫妇住在梨泰院独栋别墅 宋仲基二婚英国演员凯蒂后 她的岳父岳母为了照顾怀孕的女儿 一起住进她位于首尔汉南洞梨泰院 价值200亿韩元的豪宅 约1.1亿元人民币 消息一传开就让两人的婚房引人注目 据了解凯蒂去年春天就跟宋仲基 一起来到韩国生活 两人便住在这栋独栋的别墅当中 宋仲基还请了一位韩语老师给妻子 让对方可以尽快的适应韩国生活 这栋豪宅地下三层地上两层 不仅可以将南山及离太院美景 尽收眼底 距离繁华的市中心也相当近 此外汉南洞也被誉为是南韩房价最贵的黄金区之一 如今房价又飙升不少 可见宋仲基投资眼光之精准 就不知道小孩出生之后 两人会不会再换一间更大的豪宅呢 林爱郊区别墅市值窜身百亿 林爱的豪宅位于经济道杨平 是占地百平的宽广别墅 之前曾在家师傅一体公开过 根据韩宗听道传闻透露 这栋两层楼的别墅是林爱爸爸2009年 以3亿韩元买下的土地 后来又以5亿韩元建造屋子 光楼面就有2000英尺 经过装潢后 整栋房子花费约10亿韩元 但目前市价高达104亿韩元 约5733万人民币 由于别墅占地太大 林爱有请保安和打扫阿姨帮忙 建筑整体80%以上都使用的木材 室内感觉明亮宽敞 整体外观又大又舒适 而且比公园还大的院子旁 还有一个玻璃室可以供孩子们游玩 不过这位大厂金 当然不止这一个住处了 据悉林爱为了让一对子女回首尔读小学 已经于2018年搬去离太院 而杨平这间别墅 则成为李英爱一家人周末度假的居所 因为该豪宅在郊区 周围的环境十分棒 绿化也非常好 日影金泰系 双层山中豪宅超温馨 任意和金泰系结婚之后 便传出秘密在离太院买下的价值 60.5亿含月的双层山中豪宅 大约是3335万人民币 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总评数为99屏 附近还有小学高中 国际学校等校区 加上临近南山 环境清幽单纯 风景又相当优美 任意也曾透露 房子的装潢是他本人亲自设计的 厨房在开放式设计又专属健身房 而比起其他明星的住宅 任意和金泰系 房子感觉比较生活气息 看起来非常温馨 此外 很会投资的这对明星夫妻 也已92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5万亿元 购买了首尔江南站附近的一栋大楼 该建筑地下两层 地上八层 总面积达到900平 据了解 此大楼内有许多的皮肤科 含医院 咖啡厅等入住 光是说月租 就达到了2亿韩元 大约是110万人民币 黎明浩豪宅处处落地窗 黎明浩曾在生日 小落了一下自家豪宅 可以看见他家客厅的整体装修 氛围非常温馨 客厅的一面 还设置了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窗 相当明亮 旁边则有着白色的浪漫落地纱窗 地板则是采用橙黄色的瓷砖地板 反射出窗外透过来的光线 来到黎明浩的卧室 一眼望去就看到斜行的落地大窗 落地窗的下方 则摆放着黄色的休闲沙发 以及藏青色的抱枕 可以让他躺在上面 舒舒服服地享受日光雨 至于屋外的庭院 像个休闲区般 铺设着棕灰色的防腐木 还种着很多绿色植物 也令人很放松 不过黎明浩每次在IG社交媒体上 分享的生日照片 姻缘物已经多到连豪宅都放不下的感觉 因此粉丝也搞笑 要欧巴赶快换个大豪宅 否则来年 礼物就会满到装不下咯 但别以为黎明浩的住宅 只是温馨小屋 该地点可是位于首尔清潭度 Marcus的超级豪宅 包括张东建夫妇 花花女王金炎二 Big Bang 大生 郑秀金的家也在此 这是一栋地下六层 地上二十层的小区型大楼 无论在主卧 客厅 厨房 都能将汉江和南山塔景 尽收眼底 更有着酒店式管理 目前一间市价 已经飙升至115亿韩元 约是6339万人民币 张应成住在韩国最高地标 乐天世界塔 张应成2017年 在韩国最高地标 建筑乐天世界塔的 42层到71层 高级酒店式公寓内 买了两户高级豪宅 一户给自己 一户给母亲和弟弟 这里头最小的户型 也有六层屏之多 一户售价约45亿韩元左右 两户就90亿韩元之多 约合人民币5000万 配套的所有家电产品 都是海外进口 据了解这里的住户 可以使用Lotwood Tower 内六星级酒店 Signal Soul的健身房 游泳池和桑拿 而且建筑里还有超市 电影院 会议中心 音乐厅 购物中心 免税店 高尔夫练习场 瑜伽教室 酒吧 观景台等等 而且作为韩国最高的建筑物 这里的住户 组不出户 亦能俯瞰石村湖 汉江和首尔市区等 只能说这里的住户 不仅设施非常高端 也真正是住在云端里 此外 组合GYG的金俊秀 也在2017年8月 以48亿3900万韩元 约人民币3000万元 买入了一套和赵云城 同一层的住户 但面积稍大 IU入住 首尔夫人区的黄金地位 IU在2021年2月 一次性全款支付了130亿韩元 购买位于首尔江南区 青滩洞的 安特诺自住用豪宅 这是韩国最高房价的小区 面积约222平方公尺 这是属于夫人区之中的黄金地段 私密性相当好 据悉 他的好友刘依娜 已住在同栋公寓 根据报道 整栋楼是由西班牙的 知名设计师设计 楼层的高度是20层 另外还有地下四层停车厂 豪宅的内部装修 也是十足的奢华 因为整栋楼是靠着寒江边 所以将近也是独一无二 而且每幢大楼之间 都设有天桥 座位连接 相当奢华 公寓更设有健身房 高尔夫练习场 酒吧 餐厅 游泳池 以及客房 提供如高级酒店般的 完善服务设施 据知不少国会议员 大企业股东 也住在该公寓 不要以为 爱佑的资产到此为止 它有一套 为与杨平的 一百七十平 相间别墅 是爱佑 为了一家人 周末休闲 放松而购置的 据悉 这个别墅的 当时的售价 为二十二亿韩元 爱佑大手笔 多付了八亿韩元 连周边的地址 一起买下 所以光是这套房子 就花费了三十亿韩元 等于一千八百六十万元 人民币 JJagon也住三点五亿 Pensels 2020年 JJagon入住龙山区 汉南洞顶级公寓 Nine Montana的新豪宅 当时便引爆了不小话题 因为它以现金 一次支付了 一百四十五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 七千四百六十三万元 买下此洞公寓的顶楼套房 面积大约三百平方公尺 而从JJagon的IG 也可以发现 这个家里 充满了时尚新奇的摆设 例如 Pensels公仔和Shano 等趣味收藏 此外 客厅里也放着一张 Bigband的人偶图画 不过 一具Jagon的吸睛能力 当然无法满足于此 前不久还没有报道 它又买下了 清潭洞豪宅 该建案 在2022年 就获得了韩国 最高房价的头衔 该建案 曾以每层都有设计 超跑专属电梯 而引发热度 而JD则是 买下了一整层 七十四平 为一户的格局 预计在2025年12月正式完工 售价约落在 150亿至180亿韩币之间 约1.0579亿元人民币 他也毫不犹豫地将款项 全额付清 据悉 JJagon的亲子子 也一起买了同间豪宅 评数比弟弟更大一些 选择了83平的结构 金西车豪宅 拥有富士顶楼 大家应该记得 Super Junior的金西车 之前在我家的熊孩子中 公开过 刚买下的豪宅吧 虽然当时尚未装修 只见到宽敞的白色客厅 和白色厨房 玄关房间厕所 但豪华隐约可见 根据报道 这是位于首尔江南 三长洞富人区的 一处别墅市高级住宅 花费约58亿韩元 约人民币3416万元 该住宅已密布 透风的安保住城 并可以将旱江美景收入眼底 连开发商赠送的嵌入式家电 都是国外高级品牌 另外 它的豪宅还拥有富士顶楼 除了没有个人庭院 还有野外露天玉池 一楼则是有健身中心 瑜伽房休息室等等 专门提供给居民使用 果然是宇宙大明星class 据传这里过去 还住过全智贤 朴旭俊 李政杂的豪门女友 林士玲等人